清贷没有监控设下,国库如何防止银两被抖? 在科技发达的现代、造币厂、银行等存放大量资金的地方,往往安装有监控视频、探测仪等设备,确保资金不被外来人员以及内部人员盗取。 那么,在清筹,没有现代社会的设备,保存全国税收的户部银库是如何确保银两安全的? 那时候银库也有一套严密的制度来防止现银流失,银库是管库大臣一名,由户部侍郎兼任,管理人员由郎中担任,郎中之下有库叔数人,库兵十二人,库叔不能进入银库, 只有库兵可以 清朝银两,库兵进入银库之前,不论是寒冬还是库叔,必须脱光衣服,一丝不挂的进去,走进后,里面有准备好的衣服可供避体,待库内作业完成,库兵还得把这套衣服脱下,再一丝不挂的出来,防止夹带银两。 这还不算完,库门放了一条板凳,库兵须抬腿大步跨过,看看大腿内侧藏眉藏银,之后,双手朝上拍掌,口里叫出来二字,检查嘎之音和嘴里是否藏银。 尽管如此,人的智慧无穷,投银的办法总是有的,据多次盘查银库的官员和德纲,在其回忆录春明梦录中介绍,有库兵炼有肛门藏银的绝技,库兵用猪肉润滑银定,然后塞入肛门,一次性尽可偷八十两。 由于银的分量比较重,塞入体内后,只能保持半个小时,时间久了就容易漏减。 清朝银库复原图,寒冬时节,也有专门的投银办法,那就是茶壶驾带,茶壶随人出库时,必到水艳视,冬天天冷结冰,银定冻在剩余的茶水内,也就能躲过检查。 另有文献记载,也有库兵用水桶加载银定的,1892年,公布上说其市场的家丁行顺,在银库大堂门外,看到库兵挑着水桶走出石桶底脱落,里面有银定调出,行顺当即报案,此事寄入清十路光绪朝十路,皇帝就此下旨,此案情节之离,难保非库兵等勾创舞弊, 可行不提及库兵查议的言行审讯。 清朝银两,此案如何处理,未见下文,也是记载,当夜即有人照其市场说情,此事不了了之。 银库门案的根由吉袋子,团伙作案,上下串通,即便一个库兵,也有他的靠山,在晚清腐败的体制里,这种情况几乎难以避免,库兵的所作所为,监督官员能一无所知,一一勾连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 库兵的偷盗不过是小打小闹,那些管库的大员,下手更贪婪,比如在乘重时做手脚,重出轻入,或者将借送,提取银两者所取贿赂,方法多得很。 清朝帝丁银,银库管理混乱,是公开的秘密,但因为内外勾结,上下沆泻遗弃,真正被揭发出来的非常少,为数不多的一次,当属1843年户丁张承宝偷造银库案,此案营管理银库的大小官员分赃不均,闹起矛盾,无法掩盖,终于传到道光皇帝儿中。 道光帝龙颜大怒,派人追查,这一查不得了,银库竟然亏恐九百多万两,实在触目惊心,朝廷每年都派出大臣可查,竟无一人揭发,连皇帝都觉得匪夷所思,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亲否,真自就无止人之名,暴愧良身。 道光帝狠狠处理了一批责任人,已经死去的也受到了经济处罚,但这又能怎样呢? 银库的腐败直至大清灭亡,也未能解决。 参考资料,轻时度,何德刚春明梦录。